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场上穿红色球衣 从左侧右进攻的是中国队 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典贝克斯坦队 马沙里波夫 假动作扣开了中国队两个防守球员 传终到后点 撑到了投球但是没有压住 马沙里波夫他这个踢爬 在压住杯的时候我就感觉 他跟其他乌典贝克斯坦队的球员不大一样 蹚了过来直接打门 这个球应该是进了吧 14号上穆罗多夫 球进了 我还以为是打在了边网的外沿呢 球是直接打进了球门 很小的角度几乎零度角 上穆罗多夫 这也是乌典贝克斯坦新一代的神风 没错 压住杯应该打进了五个进球 还是四个进球 但这个球其实主要原因 还是在我们的边后位 位置上出现失误 然后对方抢断之后 又是解围出现了一些问题 进了进了 我们来看一下 舒库罗夫 高准毅 伸脚打了一下 但是这个球正好有挡向了自家球门的方向 等到张立鹏去寻求身体接触的时候 已经不太好处理了 因为你如果身体接触狠了的话 有可能造点球 中国足球不需要 中队完成了上半场的第一次射门 比赛的四十二分钟 这次是弹龙杀到了禁区的这个左路 上不着东风又抢到了头球 但是这一次呢 在干扰之下顶得没有什么力量 幸好张立鹏干扰了他一下 漂亮的挑球过人 这个球打得相当漂亮 稀里克服 打压入背的时候感觉还是一个 刚出出茅庐的一个年纪主员 他是U23的主币 第一场比赛当时转播乌兜贝克斯兰比赛的时候 还感觉他有点紧张 现在感觉踢的 踢成老道 这是十三 三号佐特耶夫 进去里边完成了一脚射门 到前点漏了一下 跟上了打门又被对方挡出来 这个球是应该至少要踢正球门的 他这个状态确实是不如在亚洲杯期间 亚洲杯期间他是球队队长核心 主要进攻是由他来发起 他在上岗的时候状态也很好 调整的 这个国家队比赛是看来状态调整不佳 这个球其实越位位置 那个队员有点干扰 干扰我们的防守 最后几次射门的机会 都是落在艾哈迈特夫的身上 艾哈迈特夫的打门质量都不高 他这个投球顶得比较重 顶给了自己俱乐部的队友 我们来看一下脚球 点不错 第一点是防守球员顶到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话中国队应该是 以两个同样的比分零比一 先后赋于泰国和乌兹贝克斯坦 在去年的第二届中国杯之后 再次在中国杯上排名垫底 拿到了最后一名 我们 我们 谢谢大家